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泛德堡大学的 Nikolas S. Zappos学院的两个塔楼 前面这个塔楼是七层 后面那个塔楼是二十层 这个二十层的塔楼 总共有310英尺高 今年四月份还在兴建 现在已经是竣工投入使用了 这个塔楼是由David M. Schultz建筑公司设计的 它的设计风格是哥特式的风格 自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 在美国很多著名大学 开始流行哥特式的建筑风格 这种又被称为是哥特式学院 像在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杜克大学 都有这样的建筑 在帆头堡大学 有不同形式的建筑风格 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 和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哥特式的建筑风格 现在沿着西端大道 整个沿街 有四座这样的住宿学院 所谓的学院在这里 不是指的教学的那个学院 而是指的学生宿舍 我们在英语中 这个cology这个词也有宿舍的意思 现在呢我们进入了这个 提供给本科生 提供给本科生 还有老师 以及研究生的导师 居住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院落呢 有一个可以看到 从它的天井上可以看到一个塔 这个塔呢 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的风格 另外我们看这个院子里头 有很多这个走廊上 都有这个尖拱形的这个门 这种尖拱形的门和窗 也是哥特式建筑的典型风格 我们可以大量的看到 对到处都是这样 在这院子里头到处都是这样的 尖拱形的门和窗 还有这个浮雕 这个叫浅浮雕 它是哥特式建筑里头 一个另外一个特征 做装饰用的 也非常漂亮 在这个楼里边呢 最顶层是 最顶层是那个 学校董事会的会议室 也可以提供其他组织来访 在那里的开会 这个拱形 尖拱形的门 非常的典型 而且它是一层一层的往里头退 就像是一个 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个门 把你拉进去 这叫退缩式的这种尖拱形的门 前面我们看到是柳叶窗 这很细的这个窗 叫柳叶窗 还有这个墙上呢 有一些白色的石灰石 和这个砖呢 它是镶嵌在一块的 正面这个也是石灰石的建筑 这种呢叫做气体 也就是说是气砖的那个气 体积的体 这个是类型拱顶 类是类果的类 它有四个支架 这四个支架能够分担房顶的重量 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些白色的石柱 一半在墙里面 一半在墙外面 它起着支撑作用 同时也是装饰的 在范德巴大学 有很多的这个红楼 红砖里面镶嵌着白色的石灰石 这个呢构成了颜色的变化 这种墙壁呢 它代表的是一种持久和稳定 正好是大学精神的完美体现 这个塔楼就像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在赞美着这种华丽的建筑风格 正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